他就能够轻松地胜任工作 而在这个工作当中他也渐渐地发现 黄金化学分析缺乏实践性的指导的理论 于是他蒙发了写述的念头 从此开始点点滴滴地积累资料数据 我用了八年的试验 把经营的所有的国内外资料都收集起来 不计定的是从这个航空里都翻了过来 还在这个园台图书馆收集通过通信 通过其他商务收集 1990年50万次的金的分析化学面试 汇集了薛光整整八年光阴的这本著作 弥补了中国的黄金化学分析学科上的空白 成为了行业的工作指南 而后来呢工作之余 薛光要陆续地撰写了银的分析化学 落合物组成的测试方法 泡沫塑料 附集金等等专注 而每一本专注都 无不倾注着他多年的心血 他的方法很多 使用架子也很好 他特别是变运器的黄金 从此黄金勘探 地质普查 就是应用的这些很有指导意义 薛光从事的是化学分析的工作 常年累月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化学质迹 难免会受到各种有毒气体的伤害 而薛光自己也一直在琢磨 怎么样去改进这个工艺呢 在1987年6月里的一天 薛光为了给赶着参加考试的孩子做饭 用上了平时很少会用到的高压锅 他突然间想到 做实验的时候 是否能够用这种密封的容器呢 于是他就开始动手实验 原来是用贴的 用这个糖玻璃的 后来又搞成不锈钢的 后来就用了一个塑料瓶子 这么大的从这个世纪的塑料瓶来做这个实验 但是这个瓶子都要做模具 一个模具得三万块钱 这个模具是我做的 来对自己投资 几经试验 薛光成功地发明了 封闭式水域容氧设备 就解决这个黄金啊 它的容框问题 原来都是用烧杯用 现在用这个 巨四幅乙气的瓶子容 把它干上盖 它不冒烟啊 这样的话 你就跟高压锅一个道理了 压力高了 温度肯定就高 温度高了 分解温度就高了 时间就缩短了 分解它完全 我们下试看 解释 我们下试看